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菜品叫做油泼 桥面 鱼鱼 介绍主料补料 这个是桥面 这个是白面 这个是酱油 醋 味精 盐 花椒 辣椒 辣椒里头用香料 加一点油汁 这个有黄豆 还有山药 对 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搭配一个健康的一个豆浆 适合于秋天吃 五穀杂粮含有更丰富的膳食纤维 蛋白质和B组维生素 可是如何做出更营养更有心意的五穀杂粮的新吃法呢 张师傅精心设计了三心加一心的油泼桥面鱼业 第一步我们先来和面 这第一个心意就蕴含在其中 我面有些人在家里头 知道这是一个健康食品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做 今天我就教大家 这个桥面它的筋性比较小 那么咱们就要给它加上点白面 这个操量 它口感也不是特别的好 加上这个白面 它能增加它的口感 倒水水 淹准到 试穿性的 对 这个很适合咱们在家里头做 在家里头有些人讲话 做面粉我弄得 做得满手都是 挺不方便 今天教大家做的这个呢 就是既省事又营养 这第一个心意 就是在桥面中加入等比例的白面 这样既可以保持粗粮的营养 也可以改善其粗糙的口感 你看 这样弄 它碗 对 就全都干净了 对 不费事 不用费事 而且都能生巧 做饵做饵做饵 对 成大事 对 你看我们这大事 都是干净的 开始 这个面还得让它活成劲 对 揉一揉它 反复揉一揉它就有筋性了 对 有点薄面 您这蹬着面 我给您说一下 这桥面面 确实应该多吃 这个富含粗纤维 咱们吃惯了细凉 到周末的时候 吃点操量 还是有好处的 对 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也非常的 很丰富 对 它还含有微酥液 对 对于延缓衰老 起来一个美容的作用 所以它好处比较多 常吃对我们挺好处的 稍微的醒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油泼面都是普通的面条 今天这有新意的面 造型上是不是也有新意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我们开始做鱼语 这鱼语一听就是西北话 对 对 咱们把这个面 先搓 搓上去 搓一下 来 就这样掐一块 搓着两头筋 对 这是第一步 平感 大家都可以动手做 是 在家里头为了增加点兴趣 好 来 一家人 不错 你看 我搓的就不错 对 不错 搓完了以后 咱们就是说 为了让它 看着更有食欲 咱再给它加工一遍 咱就用这个小竹帘子就可以 取它的味 对 螺蚝钢 轻轻地给它一按 就可以了 现在我加工这个 您帮我做成一个食欲 太好了 这个鱼语 这第二个新意 就是将桥面做成螺丝鱼语 不但看起来更有心意 更有食欲 而且做成螺丝状 更便于挂味 夹取也更方便 制作起来却很容易 等水开的功夫 就做出了一大盘 现在我们开始了 咱们把这做好的鱼 请均入网 插开了以后 给它放进去 顺着边的给它推 让它转起来 跟煮饺子一样 对 让水转起来 一会它飘起来以后呢 就像一条一条的小鱼 在水里的风 太好了 年年有余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级绿的菜品 对 吃起来又健康 看起来又美观 这一锅鱼 还没刺儿 捞出来 走 有心意的 墙面鱼儿做好了 接下来就该油泼了 油泼面够不够香 关键就在这一步 今天的油泼 也有什么心意吗 这个火 给它开大 放一点油 做好了 放多少油 对 好 一般的呢 就是说用这个油呢 泼这个辣椒和这个葱姜 咱们今天呢 把这个油呢 给它放上点味 给它做成五合油 好 再泼这个呢 它那个味道会更好 很奇妙的香气 完了 这个是就是葱姜 下一个锅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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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炸出 炸出那个香味来 葱油给它煸出来 煸出那个葱姜来 这个你看 有点煸边了 对 炸出葱姜味来了 咱们就把这个给它捞出去 就不要了 下一步啊 放一点葱 咱们呢 放一点盐 对 对 放一点盐 然后呢 咱们放了 放点呢 这个辣椒 好 我把火锅吃大一点 嗯 温度上 辣椒呢 里头呢 放一点芝麻 它会香一点 嗯 温度起来了 稍微一看它冒点烟了 就可以了 哎 关火 拿起这个 哎 轻点呲呲的 嗯 香味不必 对 这就是油泼 您别以为 这就算做好了 让油泼墙面鱼 更香的第三个心意 马上揭晓 使它这个更加香一点 咱们再吃一点 这个醋 和这酱油 还用使这个锅 咱们呢 先放醋 醋一预热呢 会出来呢 香气是腻 好了 嗯 这北方叫串 哎 关火 喜欢吃点鲜味呢 再放一点 放一点味精 来 这第三个心意 就是把醋和酱油 在锅里热一下 再浇入面里 香味会立刻弥漫 整个厨房 您亲自试试就知道了 这三心油泼 桥面鱼做好了 接下来张师傅 要给我们加上一心 是什么呢 那么光一个干的 咱们再呢 配这个 来一碗稀的 就是咱们的这营养豆浆 来的精品 放进以后呢 咱们呢 按一下这个果蔬大 秋天呢 是比较干燥 这个山柚呢 能起到一个润燥的作用 咱们在豆浆里呢 加上这个山柚呢 可以使呢 这豆浆呢 更爽滑 而且呢 润肺的作用 都比较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秋天呢 非常适合 这豆浆得了 豆浆 倒出来 好 用汤汤的 营养搭配 对 互补 咱们吸的干的 牛锅桥面鱼儿的三个心意 您还记得吗 心意一 在桥面中加入 等比喻的白面 心意二 将桥面做成螺丝鱼 心意三 醋和酱油在锅里热一下 再加入面里 最后再搭配一杯 润肺去燥的山药豆浆 营养就更全面了 谢谢您 再次感谢您 明天 老朋友 老弟 老师见 不见 不散 再见 如何把肘子做得 看着有焦溜肉的感觉 闻起来有烧烤的味道 嚼起来有豆腐的口感 吃起来有炖肉的味道呢 明天的 我爱家乡菜系列节目中 区号大师告诉您答案 7月1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